520要交接 拜托 开手内阁 用一点力气好吗 居然诈骗猖獗一事无成 中华电信昨天被踢爆说 一手赚防诈服务费 一手就对诈骗集团不设防的 不断不断提供这种查都很难查的 这种门号 好了 今天你先带我们来看到 明明就有很多很多的 有执照的合法的合作业者 你不卖 你偏偏挑一个无照的业者卖 让他转手就跟诈骗集团 把手给牵上 有没有内神通外鬼 居然课我在这边正式宣布 看守内阁已经正式成为了 看守的疗养院 因为每个官员 所有官员都在睡 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睡的 这个叫我们的AKA 躺凤 躺凤他在立法院背询 今天这是不分蓝绿 各位这是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国民党也说你打炸不利 民进党也说你打炸不利 连美国都说你打炸不利 结果唐凤说自己怎么样 不对不对 吃到了逢是款口水 100分 大家都对数发部防假有很多的肯定 谁名字讲出来 谁肯定你 怎么胡说八道 他说我平民出去的都是为了强化资安 不对哦 他说他是达成了很多所谓的数位的贸易协定 然后签动资安联防 那我就问请问协定在哪里 请问联防在哪里 就你知道唐凤说什么吗 他说没有你明年要给我更多钱 我才有办法签下去 还有明年哦 等一下 这件事已经炸锅了 这里面唐凤到底做了什么 唐凤什么都没做 他还在躺继续躺 还在行政院里面拍沙龙罩 然后委屈了行政院员工 不要再教学员工办理拍照好不好 来 跟各位讲 这件事情到现在烧还没完 为什么 因为中华电信呢 昨天已经被立法院被立委们被记者会踢爆 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凶 而且玩两手策略 卖这种黑莓卡 卖出去之后自己在弄防炸手面 结果今天他今天讲什么 来来来来 没关系 总花点心一个一个来回答你 他说魔方卖油卡只能在境外使用 这一句话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已经流入了 流回来 他是跑到中国去 然后再回流来台湾使用 他台湾有分公司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推诿其始 再来 他说与魔方合作之模式 符合现行的法规 这句话也是乱讲 因为魔方公司我们在讲 在整个改制之后 他早就已经不符合第二类电信 他没有申请相关的证照 没有相关执照 但是呢 反正中华电信雇卓而言 他说什么 他因为法规转换 双轨啊 当中有问题啊 他不一定要有资格 有执照 我才能跟他合作 而第三个 这个叫做废话 我连念都不想念 好 我刚回到的就是说 明明有这么多 有照合格的业者 你是你合作的业者 你门号要卖给这些合格的 你为什么偏挑一家 无牌业者卖 谁拍板 谁做决定 不用负责吗 关俊阳哥你这样讲 还说客气了 他不是什么 要给无照业者卖 他是只给无照业者卖 像这个讲 上营全通电讯 不好意思 这就像永远或不同 再来万泰电信 不好意思 乖乖起来 再来新加坡 集团 他就是信弗新加坡了吗 就讲了老半天 各位 只有一家 垄断全台湾市场 你知道这个叫谁吗 对 没有错 就我们的魔方一动 就是我们的无照先生 我们无照业者 垄断了整个中华电信 在台湾弄 这种奇奇怪怪的 软卡市场 所以说到底 这么你没办法想象的四个字 奇奇怪怪的背后 还是同一个病兆 你把不对的人放在不对的位置上啊 当然没有错吧 各位我们先看一下中华电信 被人家批评说什么 跟那个陶基一一模模一样嘛 陶基一有两个小绿人抓出来 中华电信也一大堆 你看内部员工透露说什么 很多没有这个电信相关的背景 都空降做高官 奇怪我刚刚才批评完 怎么连这个地方也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本来想要三千的人都被重庸占百 各位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状况吗 导致下面原本认真打拼的人 不想要再认真 因为反正这些实缺也轮不到我 而在上层又是由这些 绿色暗颜色办事的高官在领导着 等于是说他们听其他 叫做外行领导内行 你看他们讲 畜长可以干嘛 这个真的是很肥的一个缺 每年可以理18个月的薪水 年终就6个月 而且他只要躺着就好了 跟我们躺动一样 躺着就好了 躺着就能领18个月 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到 怎么又是他 郑文燦 就两个 我们讲陶基有郑文燦 高铁也有郑文燦 结果我们现在跑到这边来 这边也有中华电信 也有郑文燦 你看他的子弟兵是谁 过去的桃园市长任内 民政局主秘 这个算核心 为什么 民政局这个地方 大家有选过局都知道 搞组织的 主任秘书 就是当中的核心 就是谁 吕怡真 但不管 你到底跟电信 有什么业务相关的专业啊 董哥 你怎么看 大家可以看 2016蔡英文当前总统 2016 我们这家公司 也是这个时候成立 大家可以看到 模仿移动 那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时间那么巧合 它只有境外 各位朋友 大家想一想看 我们现在台湾的诈骗集团 从过去在 我们自己台湾里面 做诈骗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诈骗 它几乎都是在国外嘛 大家看东南亚 哪一个国家 没有台湾的诈骗集团 我们现在台湾的诈骗集团 概念是什么 都在境外 所以境外 这两个字很重要 就关我的事 境外框下去 就没我的事嘛 是 我们就只能在境外啊 那我们得很清楚 中华电信 这几年 它的泄密非常严重 严重到非常离谱 我周遭一堆朋友 随随便便 各自就被人家拿走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去中华电信 申请他的个资 他跟对方说没什么关系啊 就被拿走了 你知道吗 去跟中华电信 抗议都没有用 这我 真的是非常咬牙切齿 来跟我投诉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今天碰到 像中华电信这种不负责任 当然因为外行领导内行 这几年在讲的 都跟郑文燦有关 没有错啊 中华电信 当然就是一个仇佣啊 那仇佣有这么多人 他做什么事情 没有 他负责领薪水 18个月 所以今天看到了 这么多 零零种种 这么不合逻辑的 你今天把他想过 我们讲电信三雄 中华电信 现在的业绩 是不是决决败退 你就被民间赶上嘛 因为你没有效力 然后你对于各自的把关不言 然后你对于 诈骗集团 又这么重容的话 那这个老百姓怎么会信任你呢 只是帮你民进党养一些高官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钱 结果 获得这样的口碑 让人家摇头 诈骗民怨之首 今天这一题 观众朋友 你来当公亲 谁能不愤怒 居然最大破口就是政府 立委 炒心啊 今天踢爆说 中华电信贩卖 难以查记的漫游门号 给谁 给无造的业者 再让这个业者去辗转 卖给中资 最后 变成了诈骗国人的 人头门号 我只问 谁纵容这个无良生意 不必有人负责吗 就是个字 中华电信 俊阳哥 我直接给你报告 因为我这个 让我佩服叹为官子 怎么会有人这样玩 等于说他说什么 玩两手策略 因为他先创造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 有人被诈骗 然后再来解决这个 被诈骗如何防范的需求 各位 这是国民党立委提报的 他说我们国营企业 真的变成诈骗集团帮凶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诈骗集团要打电话给你 俊阳哥他要做什么 他有门号啊 他有门路啊 他有管道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抓不到他 因为他都是用王八机 王八门号 王八卡 就是无法溯源 这种奇怪的 这个门号打电话来 那我就问 这个门号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来了 他们现在讲 中华电信 跟一个就是魔方的公司合作 他就提供他说 来来来来 来各位 关键这三个字 魏石敏 就是他没有任何名字 就是你找不到人 你也不需要身份证 也不需要登记 而且呢 提供这个叫做软号的东西 结果这个软号东西 跑了哪里去了 来 魔方这公司拿到之后呢 把它卖给中资 一个叫做卓伊的公司 而这家公司呢 51%是由中方持股 然后他们想把这个门号做什么 他有一张卡 对不对 分成三个门号 所以你等于是 买了他的产品 这个黑莓卡 你就可以有三个门号 可以去使用 而且做不做到源 完全不知道 完全做不到 造型啊你 造贵啊你 而且 昨天这一点可恶在哪里 他两手赚 一边赚那个反诈的服务费 一边又卖给诈骗集团 这种查不到门号 无法溯源的软号 对 我跟你讲 我们是讲 人没有办法溯源 但是这个黑莓卡可以溯源嘛 就你中华电信啊 源头就是你中华电信啊 就是你提供给诈骗集团 这么优质 也这么完美 而且完全不会拽到服务嘛 好来我们看到 重点是在 递谱在哪里 这个魔方公司我们讲了 2021年 NCC有出手哦 说不同意 续发牌照 坏人之 他是属于第二类的电信公司 但他已经没有任何经营资格 但这时候问题来了 中华电信有没有继续跟他合作 有吗 他无罩业者不能卖了吧 还在继续跟他合作 还在继续卖 你就知道我们中华电信很会赚钱 太瞎了 太了不起了 太离谱了 就你看啊 继续卖给他 再来 卖完之后呢 马上 各位 不在云林就看到这个案例了吗 云林最近 破获一起 有这种黑莓卡诈骗 来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次 黑莓卡的上游厂商是谁 总花点心 中华电信 来 他说非法破获呢 这个网卡见了多少 两万多张 又是你 中华电信 来 不法获利多少钱 六亿元 谁害的 又是你中华电信 太夸张了吧 一张卡 然后不用登记名字 也不用证件 也不用什么都追 中华电信 找不到 你就是找不到人 结果源头 赚最多钱的 还是中华电信 所以你看 打炸打炸 这一天 嘎想一直在那边喊打炸 结果最大的破口谁 是国家队 你是国营事业 你居然 一手在赚反炸的钱 一手在卖诈骗集团的卡 他们讲的很好听嘛 NCC跑出来说 我们中华电信 也有做很多事情 我们已经阻断了 来自二十五万个 没有实名字的卡 但是来源哪里 香港 他就讲香港了嘛 那我就问 你是不是自己 因为我懂了啦 因为你把你的竞争对手 铲除掉了嘛 你现在被独自垄断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你这玩两手 很好笑耶 你一边卖这个黑莓卡 然后一边要用户说 我们来跟你讲 很多这种诈骗电话 很危险啊 俊强哥 你要注意啊 你手机是不是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 来来来 我跟你讲 每个月 四十五块就好咯 我们有这个防炸守能源 可以防炸 诈骗卡也你提供 防炸也你提供 大家还是去背骗 在开我什么玩笑 神鬼都是你 这个不是昨天 这不是上个礼拜 这不是上个月 这存在多久了 检井你睡着了吗 没吧 我跟你讲各位 真的不能怪检井 只能说我们中华电信太优秀了 为什么 你看一下嘛 检掉想要查 就好 我问你 IP查不查不到 查不到嘛 都王八门号嘛 以前有王八机 用过 折掉丢掉 王八门号 然后一个门号还可以用三次 对不对 他说中国或香港 根本找都找不到 来哦 各位 这个数字 我跟你讲 笑死人了 赚大钱了 为什么 去年 你知道一到三月 来到台湾的 这个中国人有多少 三万人 但我们去其他国家 居然跟我们要做什么 漫游 漫游嘛 我们要办当地的卡片嘛 对 这种抛弃式的嘛 都在用过就算了嘛 那你知道 来到台湾办漫游卡的有多少吗 多少 不多啦 大概这个八九百万而已啦 八百万八九百万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下 才来三万人 你一个人是要用几张卡啦 对嘛 怎么会有八百多万多张卡啦 所以这很显而易见嘛 谁发大财 中华电信发大财 那谁这诈骗 就是你中华电信当帮凶嘛 你骗谁啊 三万人来 有八百多万这门号 是谁啊 各位 你知道这比例是什么吗 来的每个都是宝可梦 一个人要带两百多只手机 然后在那边抓宝可梦 开我什么玩笑 不要在那边骗人了啦 而且更异谱的是什么 他有所谓的资安防护调查 结果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这时候国安机密 全部都被泄露 而且这个泄露来源是哪里 中华电信 又是中华电信 对对对 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可能讲个五十遍中华电信 他有七千多笔资料都外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中华电信它是电缆 它是网路 它涉及到所有每个机密的地方 都要用到它 包括外交部 国军 海巡署 都被丢到暗网上去卖 而最可怕的是什么 连总统府对面 官邸的电路图 都被掌握 我就问 让中华电信发大财 难不成连台湾 中华民国的国安 全部都要被卖掉 文元 黑金钱赚得爽歪歪 纵容这样的无良生意 不必有人负责吗 刚才张宇先讲的实在太精彩 太生动了 让我感觉到说 原来台湾钱 淹角木 都淹到中华电信身上去 两边都要赚 而且两边都要捞 它才不管你外溢效应 说有多少留到 这个海外的诈骗集团 搞不好都是台湾的 这个诈骗黑道组织的 一条龙服务 我也开始怀疑 那个中资公司 搞不好就是 咱们自家台湾的诈骗集团 延伸行业 不然怎么可能会一条龙到底 我也怀疑魔方公司 你都知道我们台湾有个行业输出 全世界非常的兴盛 就是我们台湾的电信诈骗集团 那我们成立到了什么防炸办公室 数位什么部 我也不晓得唐凤在干什么 我也不晓得这些政府官员在干什么 那你这司法官员不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跟中华电信 讨价还价 或者追上门 也没有 所以你整个行政院长 你整个政务委员 你整个副院长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也许说防炸这件事情 民进党没有真的放在心上 他只是告诉说警政单位 你或者每一次有电话进来说 注意这是海外电话 你可能会被诈骗 那不很无聊吗 因为真正的诈骗的管道来源 通通是你中华电信卖出去的 是不是也要同时追查一下 其他民营的电信厂商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把台湾的电信诈骗集团 发源地的恶名洗刷掉吧 斯康原来最大的破口 在中华电信 是啊 就产业一条龙 诈骗产业一条龙 诈骗集团的人 台湾训练的 门号 中华电信的 相关的合资公司 对不起来是 搞不定有台湾的资本在里面 很丢脸 很丢脸 我们过去政府 过去的四年八年 花了很多时间说 要打炸 要把这个诈骗集团 通通揪出来 但是诈骗集团的灵魂 最重要的联系工具 对不起 中华电信出品 品质保证 一定把你的作为门号 通通变王八门号 通通查不到 这么高科技 这么棒的一个技术 源自于中华电信 就是面对 这么大的电信公司 台湾最大电信公司 跟诈骗集团 贩售 这种门号 一句话都没有 那我是觉得 书发部之前 会都不知道吗 我觉得都会知道 好 将军有另外来自 金门的视角 中华电信怎么可以 这么肆无忌惮 现在关键就是什么 做贼的自己当贼 对不对 抓贼的自己本身就是贼 那你根本就 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我们每次听到 说是IP来自国外 所以我没有办法查下去 IP来自国外在哪里 其实他们要抓诈骗很容易 很多人都是在金门 或者在厦门 为什么呢 这边两边信号是通的 你金门那边的信号 如果说中华电信 把信号开强一点的话 在厦门那边 就可以收到中华电信的信号 如果金门这边信号 强一点的话 中国移动 在金门就可以收得到 所以事实上对这些诈骗集团来讲的话 他们彼此非常容易 他只要在这个地方打 你收到这个电话 他只要跟你讲 这个IP位置在国外 事实上在哪里 在金门 所以他们来讲的话 那种成本是非常低的 不需要真的跑到国外去 要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要讲说 这事情引起民怨 人家大陆 我们看看大陆怎么处理 我们前面看到最大的诈骗集团 是在缅甸 是军队过去镇压 而且你看到是什么情形 场面是 中国直接派军队进去 而且直接叫这个缅甸军方 这军政府 把这些诈骗人员交出来 交出来以后 我用我的飞机 把这些人到你的缅甸国内机场 把这些人压上飞机 有三万人直接压回台湾 很像电影那个湄公盒的那个概念 用弃毒的力道在打炸 直接把你压回去 你现在有什么国际 或者是外交主权 根本就没有 我就是直接派飞机 继续到你缅甸 你把人交出来以后 我直接飞机带回我国内去审查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种能力 有没有这种魄力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真的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诈骗主权 结果官哥 都是很轻的量刑 判完就出来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我给你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 感谢你